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讲个老案子 有多老呢 64年之前 也就是1957年 这一年8月3号 午夜时分 大半宿的浙江省盛州市石黄乡山口村 是异常的宁静 也是那时候也没电视啊 也没人上网 大伙都睡觉了 可是这种极其安静的氛围 突然就被嗷嗷两声给打破了 恐怖的叫声啊 就惊醒了住在供销社屋后边的村民 前介生 前介生赶紧下了床 到窗户边上 往供销社的方向就看了过去 此时啊 供销社里面 楼上楼下 就见着在那光线晃动着 再一想 几天前呢 我们这儿啊 就疯传 说西白山闹土匪呢 哎呦 可别是土匪进村了吧 前介生啊 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老婆冯生飞 也已经醒了 他呢 就在那儿安慰老婆 你啊 别害怕 我呢 跟村干部报警去 前介生 因为担心自家门外有人看守着 所以悄悄的打开后窗户 看看窗外到底有没有人 左看 右看 确定没什么人也没什么动静 他呢 跳窗户就出来了 村干部卢张元家呀 离他家不远 也就是几十米 他赶紧慌慌张张 跌跌撞撞的 就向卢张元家跑了过去 就在前介生准备跳窗报信的时候 山口供销社呀 又出现了怪声 并且还有了火 有了烟 当时啊 恨不得家家户户都养狗 所以这动静呢 就让各家各户的狗 可就联合起来了 来了一出大合唱啊 是你方叫完 我登场 整个村的狗叫的连成一片了 所以卢张元呢 也早就被惊醒了 当前介生跑来报信的时候 卢张元正在组织其他村民 准备前往供销社探个究竟 卢张元呢 就认为啊 不能贸然行事 于是吩咐大家 带上锄头铁线 甚至菜刀 干什么呀 防身呢 赶紧的吧 咱去供销社看看去吧 但就在这时候 供销社突然 可就窜起来了大火 当时啊 当地农村的房子 甭管是柱子呀 跨梁啊 还是楼梯呀 楼板呢 哎 清一色的 都是用木材制作的 这些木材呢 大部分都是松木 松木里面呢 含有一种油质 又叫松明 遇到火 特别容易着 当地村民呢 也常常把松木里面啊 含松油最多的那个部位 单取出来 作为引火 或者照明用 由于松木全身上下 或多或少的 它都有油脂啊 所以最怕的就是火 你不着火呀 看着挺结实 可是你一着火 甭管看上去多牢固的建筑 那准是玩完 山口供销社的建筑也一样啊 大部分也是松木啊 所以啊 从着火到最后着玩 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忙着扑火的人们呢 也明白 他们在做一件 于事无补的事情 眼瞅着供销社毁于一旦 这才想起来 哎呦 对 供销社还有俩干部呢 一个叫张玉泉 一个叫张西棠 他俩可千万别在供销社里边吧 别出什么事啊 赶紧联系联系吧 那时候啊 也没手机 也没BP机 要想着找一个人 那你就只能是口口相传呢 一个人传俩人 俩人传四个人 过了半天的功夫 这才得知张玉泉和张西棠 根本就没回家 卢张元他们呢 这才认定 这两位同志啊 很可能被烧死了 于是报了警了 过去报警跟现在报警也不一样 那时候没有110报警电话呢 也是用送信的方式 等到了盛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的时候 已经是8月4号中午了 县公安局啊 又派侦察谷的副部长孙明洋 带着人马赶紧到现场去看看 可那时候他也没警车 怎么办呢 先是乘坐公共汽车 到了没路的地方 再下来啊 走着过去 等他们到了山口村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这种办事效率 放到今天 咱们感觉天方夜谭似的 但是在当年来说啊 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孙明洋他们到达山口村之后 首先呢 就是勘察公销社的外围 然后分别听取了负责现场警戒的公安特派员 钱武新和石黄乡总支书记张贵巨的情况汇报 因为老百姓啊 在反映情况的时候 提到了信号弹 提到了枪声 以及遇害的那两个公销社干部的身份 孙明洋就想着 会不会是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在这报复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性质啊 可就严重了 基于如此考虑吧 孙明洋他们呢 就向当时管辖盛县的宁波市公安处汇报了 然后由宁波公安处又转报浙江省公安厅 就希望省厅啊 能够派人来参与调查 浙江省公安厅接到汇报之后 厅领导呢 就派当时负责行政工作的十四处处长王诗彤 带领着侦察员葛成德 法医落庆盘 赶紧的就赶到盛县 同样还是因为交通条件落后 王诗彤他们到达盛县的时候 已经是八月五号凌晨了 现场勘察工作呀 是从八月五号上午八点开始的 下午六点结束 一共花费了十个小时 现场勘察的时候啊 确实发现有人不幸烧死了 那么现场的工作人员呢 就以被烧的尸体残肢为中心 进行勘察 两具尸体都在现场中心 一具啊 是仰着脸 躺在布匹堆上 头朝南 脚朝北 距离西墙是一米九 整个胸腔啊 已经烧掉了 内脏呢 也都叹化收缩了 经过辨认 这具尸体是张玉全 那么另一具尸体 当然就是张锡堂了 经过法医现场解剖检查 两具尸体的气管里面 都没有烟灰 各位 这是一个重点吧 在西侧门边的楼梯口呢 有一个已经被烧的变了形的铁油桶 经过了解啊 这个油桶原来的位置并不在这 现场勘察结束之后 立刻就同意 盛县供销合作联社和保险部门 进去处理相关的事务 盛县呢 地处浙江省东部 简挨着凤化县 凤化西口 大伙都知道啊 这是蒋介石老蒋的故乡 蒋介石的母亲毛福妹 年轻的时候就在盛县生活过 去世之后 他那墓地啊 和盛县上东区直线距离 不到30公里 在西口的一座山上 据传说啊 早年蒋介石招兵买马的时候 只要听到是盛县人 也不管这人有没有文化 就会给他一个副官的职务 或许就是这么个因素 当年盛县人投靠国民党的人很多 誓死效忠蒋介石的人 也特别的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 横渡长江之后 蒋介石委任盛县人周延 为浙江省省长 虽然周延只不过是个临时省长 为了报效蒋家 周延呢 还是组织了国民党的参与势力 制造了多起震惊全国的事件 其中啊 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情啊 南下第三野战军 后勤部参谋长李后坤夫妇 以及二十来名警卫 在路过盛县的时候 就遭遇到了伏击 全部殉职 那么正是基于这些事情 解放以来啊 盛县境内时不时的 就滋生一些反革命组织报复或者暗杀基层干部群众的事件 眼下的山口供销社惨案 由于两名死者都是共产党员 再加上几天之前 出现在石黄周围的信号弹和枪声等等 所以一开始 这次事情就被笼罩上了政治色彩 据保存下来的1957年的圣公志字564号文件 就清晰的说明 说根据现场勘察与调查访问证实 这是一件敌人阴险的政治性的抢劫杀人案件 其具体性质 一是反革命破坏 二是反动小集团和武装土匪以抢劫杀人为目的的混合破坏 正是基于这个结论 当年专案组首先调查的人员就是地赋反坏分子 除此之外 那些被归类为革命思想不坚定 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落后村民 也被列入到了排查范围 为了在声势上大出威严 专案组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之下 首先在石黄乡拉开了一场群众运动 然后依次向石黄乡周边的乡镇辐射 通过绝地三尺式的调查 专案组获得了不少于九个的涉嫌反革命谋杀的线索 其中有两个组织尤其受到重视 一个叫中国美术部队 一个叫护白团 这所谓的中国美术部队 是一个具有反动性质的纠合性集团 集团的首要分子 一个叫金小元 一个叫袁建 在山口惨案发生前后两天之内 这俩人都去向不明找不着了 另外根据了解 这金小元和袁建这俩人 以前曾经多次潜入山口村发展成员 与他们两个人接触比较多的村民有俩 一个叫于月祥 一个叫于苗祥 并且这兄弟俩 案发之后神情就很反常 非常的可疑 再来说说那个护白团 护白团的成员呢 大部分都是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役过的老兵 为什么取名护白团呢 意思呀 就是护助青天白日 这些人呢 由于当过兵 或多或少的呢 会使用一些枪械 前一段时间出现信号弹和枪声事件之后 当地政府就怀疑这是不是护白团干的 专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外围调查 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得到一个消息 说有个护白团的成员 曾经跟别人说过 说近期要出大事 那么这件大事会不会就是山口惨案呢 在调查之中啊 有一些侦察员就受到批评了 批评他们什么呢 说你们没有政治嗅觉 没有很好的领会组织意图 你们以个人好恶偏离了侦察方向 那么这些侦察员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呢 其实啊 也不叫错误 就是把一些政治上没问题的人 当作嫌疑人提交专案组讨论 其中啊 他们提出来有一个嫌疑人 叫陈炫 这陈炫呢 又叫陈瑶荣 祖籍是浙江慈禧 高中毕业之后被招录到盛县供销系统 陈炫一开始啊 是石黄供销社的出纳 后来升任农业社的辅导会计 半年之前陈炫就被调网与石黄乡 相毗邻的开源乡供销社 山口供销社出事那天下午 陈炫跟着乡总之书记钱廷老到山口村工作 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山口村 所以啊 这几个侦察员就认为 陈炫具备作案嫌疑 同时他们也提出来 我们有必要对陈炫进行深层次的调查 可是他们的这个分析啊 没有引起专案组的重视 不重视的理由呢 也很简单 说陈炫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是靠什么来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的呢 说8月3号晚上 陈炫与乡总之书记钱廷老 一起留宿山口村的村委办公室 当供销社找起大火的时候 钱廷老一边披上衣服 一边啊 去敲陈炫的房门 陈炫当时打着哈欠出来开的门 如果是陈炫作案 他要短时间内从案发地 跑到足足半公里开外的村委内装睡觉 这个不太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陈炫在本地啊 几乎没有朋友 就那种知心的两肋插刀的朋友 没有 干这种大案子 你得跟人合伙吧 要想着合伙作案 他没条件 再有为什么专案组就认定 不可能是一个人作案呢 各位 在之前节目里面 咱们提到了 冯生飞 钱介生 这两口子 他们跟专案组的民警说了 说当时啊 供销社楼上楼下都有手电筒的光在那闪亮着 你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拿着手电筒又在楼上又在楼下照吧 你要不会分身 所以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 陈炫的嫌疑可以彻底排除了 专案组呢 确实是马不停蹄 一直没有闲着 但是这起案子的侦破 一直是处于一个瞎子摸象的状态 始终没有眉目 为了更快的侦破此案 上级领导也总在琢磨着 是不是这几个侦察员不行啊 那换几个吧 换完几个 哎呦 怎么还不行啊 再换几个吧 所以啊 专案组的成员时不时的就调整 最后连那几个省公安厅的侦察员也被调整回去了 得亏山口惨案发生之后 盛县各地不仅没有发生类似的案件 而且连地赴反坏之类的人员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基本上也不出现了 面对这个情况 当时的盛县公安局 在向上级报送汇报材料的时候 很自豪的说啊 说由于我们前一个阶段 强有力的侦察措施 有效的抑制了地赴反坏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言行 不过你不管怎么说 你毕竟这个山口惨案你没破呀 在案发第十黄乡 特别是在山口村 老百姓啊 就因为始终这案子破不了 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为了砍下这块硬骨头 盛县公安局主要领导 多次调派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 蹲点破案 但是啊 这些老侦察员 也没找到突破口啊 就这么的 一直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到了1957年10月份中旬 因为赵州参与侦察此案 案情这才逐渐清晰明朗 当时赵州啊年纪不大 只有26岁 他呢又叫赵菊春 赵州当年的身份 是政治协理员 这个职务就相当于 现在的政工干部吧 反正差不多啊 政工干部去破案 显然呢不太符合常理 其实呢 委派赵州去山口村的初衷 不是让他破案去了 咱不说了吗 村民们有怨言呢 就想让平易近人的赵州呢 去化解村民们的怨言 但是赵州蹲点山口村 不到一个星期 竟然就提出来了 一个颠覆性的观点 他说了 必须彻底推翻专案组 对此案的初期定性 赵州的观点是什么呢 山口惨案 仅仅是刑事案件 绝对不是政治性的案件 除了否定案件性质之外 赵州对前介生夫妇等 反应的情况 也表示出自己的怀疑 他认为啊 导致专案组 判断此案是政治性的原因 恰恰就是太重视 那些村子里面的群众 初期的反应了 比如所谓的信号弹枪声等等 事实上没有证据 这都属于空穴来风啊 而楼上楼下 同时有手电筒的光在闪着 犯罪分子至少在三个人以上的这种说法 也极有可能是老百姓啊 因为心里过度紧张而造成的错觉 在否定了政治性的同时 赵州又提出来了之前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谁啊 陈炫 他说陈炫呢 具备作案条件 陈炫平时经常到山口供销社 与那两位姓张的供销社干部叙旧聊天 但是案发当天 陈炫一整天都没去供销社 这是比较反常的 第二个理由 乡总之书记钱庭老去叫醒陈炫的时候啊 钱庭老呢也提到了 陈炫是穿着衣裤出来的 那个时候人们睡觉一般都是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呀 所以这是第二个反常之处 第三个反常之处 案发之后 陈炫知道这两个姓张的干部被烧死了 遇害了 但是他没有表露出来任何悲伤的情绪 照理说好朋友死了 你得难过呀 第四个反常之处 案发第二天陈炫不辞而别 到邻村工作 第五个反常之处 邻村干部群众听说陈炫 昨天晚上住在山口村口 就向他打探案情的情况 但是陈炫讳莫如深 一个字不提 一共这五处反常就让赵州又怀疑上他了 赵州的这个说法呢 也得到了时任盛县公安局局长 祝绍鹏的支持 虽然有局长的支持了 但是你要想真正的揭开陈炫的秘密 那也不容易呀 当时陈炫呢 因为文化水平高 他有着高中文化水平 在那个年代 那是属于顶尖的人才了 所以啊 他就有一般村民 所没有的那种见多识广 理论丰富的这种素质 除此之外 陈炫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比普通人要强 据说有一回啊 他跟一个同事闹别扭 生气了 一连两个月不跟对方说话呀 这是冷战 一般人你说关系不错的 你可能憋不了个三五天 找个机会缓和就得了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赵州就觉得 只有查到过硬的证据 才能达到制服陈炫的目的 所以赵州啊 这回呢 就到了陈炫工作的开原乡供销社 也不说自己叫赵州了 而是用他的小名赵菊春 他呢 不用官方的身份 以个人身份 就开展了对陈炫秘密式的调查和了解 经过多天的侦查 获得了一个线索 说陈炫为人哪 很小气 为什么说他小气呢 他只要是置办的东西 一般谁说用着点的 想跟他借点的 不外借 比如擦脸的毛巾 比如喝茶用的杯子 别人想沾边 那什么都没有啊 出于卫生习惯 你说毛巾不借给别人 茶杯不借给别人 也情有可原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呀 陈炫有个手电筒 他把那个手电筒啊 就用一根特别结实的细绳连着 然后别在腰里 要是晚上走路 有人向他借手电 小气的他呢 就让那根细绳 把借手电的跟他呀 连在一块 有人就问他说 你这么做不利于照明啊 陈炫就解释了 说前照七后照一 即使绳子再长些 也不碍事 所以陈炫的小气 从这件事上 那就可见一般呢 也因为他的这个习惯吧 所以人们呢 也就不愿意跟他张嘴借东西了 反正你也借不出来 你借过来了用着 你也别扭啊 为了证明自己的分析 对不对啊 赵州呢 就截取了很多条长短不一的绳子 把手电呢 就也连到腰身上 然后反复模拟手电 在脱离手握状态之后 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 赵州最后认为 陈炫采用的那根连接绳的长度 足以让手电在垂直状态之下 大幅度的自由晃动 你来回前甩后甩上甩下甩的 你就难免会磕磕碰碰 这一类损伤的痕迹 极有可能就会给破案 带来重要的线索 为此 赵州呢 报请领导批准 秘密委派 平时和陈炫关系比较好的预备党员 圆南就借到了被陈炫视为宝贝的那个手电 为什么圆南能借出来呢 第一个圆南跟他关系好 第二个 案发之后 其实啊 陈炫就不用这个手电了 一个平时把这手电筒当宝贝的人突然就扔了不用了 那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957年10月31号下午 陈炫在他的宿舍里面被逮捕 听完逮捕决定之后啊 陈炫呢 非常镇定的就反问 说我很奇怪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几位是在做一件亲者痛 仇者快的蠢事啊 陈炫呢 这也是嘴硬啊 在审讯过程之中非常的顽固 经过多天的较量 最终他还是败下阵来了 那么为什么陈炫要放那把火 为什么他要杀了那两个姓张的干部呢 其实啊 就是要钱 案发前两天 陈炫收到他妈的信了 他妈呢 就跟陈炫说有空回来啊 看看我 陈炫呢 离家远 回家一趟花费不菲 于是就想偷钱 案发那天晚上 他悄悄的离开村委 就去供销社了 因为跟那两个姓张的干部关系好嘛 俩人呢 也对他没有警惕 三个人呢 聊了一会儿天 就一起躺到床上了 聊点闲事 等到那两位姓张干部睡熟了之后 陈炫呢 把脑袋底下的一根木柴就拿出来了 您各位说了 脑袋底下怎么还有木柴呀 当时条件差 没有枕头啊 就是枕着这个木柴睡的 这陈炫拿出来这木柴 把这俩姓张的干部一人几下子 就打昏迷了 偷了营业款之后啊 他就想跑 结果没想到 这俩姓张的干部呢 醒过来了 在那疼得直喊 陈炫大吃一惊 赶紧到了楼上 又下了毒手 紧张之中 他的手电呢 不小心 就从手里边脱离出去了 就吊挂到了楼梯下边 为了快速的解决问题 陈炫顺手 就取了张玉泉枕头底下的手电 所以呢 这陈炫拿着手电在楼上 楼上就能看见光 他自己那手电 因为有绳啊 垂掉在了楼梯 那个手电头呢 到了楼梯下边 也有光 这就造成了 当时那夫妻俩 看见楼上楼下 同时闪光的这个现象 杀害了这两个人之后 陈炫为了毁尸灭迹 拿过来油桶 泼在了柴火之上 点着之后就逃跑了 至此 这起谜案 才算是最终破获 赵州啊 也因为这起案子 在当地那是声名雀起 1959年10月份 升任盛县公安局副局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